近期,王赫润凭借《不云曲》、欢颜《莲花楼》、《甜蜜的你》四部剧的精彩表现,成为了娱乐圈的新晋女神。 她在不同的角色中,展现了清纯、痴情、妖美、甜美等多种风格,让观众大开眼界,也让她的人气暴涨。 王赫润出生于1994年,从小就有着艺术天赋,五岁时就因为一幅画而被导演看中。 出演了电视剧《儿童剪笔画》,开启了她的演艺之路。 她后来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,继续深造自己的表演技巧。 2016年,王赫润在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中饰演了一个为爱剃头的女孩。 她的勇敢和坚持感动了无数观众,她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机会。 参演了《如意传》、《知否知否》、《英式绿肥红兽》、《扶摇》、《燕谷》、《玫瑰之战》等热门剧。 虽然只是配角,但都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2023年,王赫润迎来了自己的事业高峰。 四部剧同时热播,让她成为了焦点。 她在《莲花楼》中饰演了一个妖媚的魔女。 虽然是反派,但却对男主一往情深,展现了她的腹黑和痴情。 她在《甜蜜的你》中饰演了一个宠物医生。 与男主甜蜜相爱,展现了她的甜美和温柔。 她在《不允许欢颜》中,分别饰演了一个清纯的公主和一个聪明的女侠。 展现了她的灵动和勇敢。 她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,也让她的人气飙升。 王赫润不仅有着清纯可爱的外貌,还有着傲人的身材。 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美照,露出了香肩和大长腿。 肌肤白皙如雪,既甜美又性感,让人眼前一亮。 她还展示了自己的美背,更是让人惊艳。 王赫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星。 她在不同的角色中,都能给人带来惊喜。 她的演技和人气,都让人期待她的未来。 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星。 也是一个值得喜欢的女神。 关注我,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